阿凯雄呢 紅色女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斯 今天要來玩一款前陣子在日本實況主呢 非常流行的一款日文遊戲喔 那這一款遊戲呢 劇情不太多 不過大概的內容就是 身為主角的我呢 好像是一個學生 好像有一天晚上回家的途中 遇到了一個紅色的女人 不對 紅衣服的女人喔 好羨慕喔 竟然還有這樣的遭遇喔 而且自從遇到之後 從那天開始他就感覺到有人一直在看著他 然後這個紅色衣服的女人 好像是日本都市傳說的一種 所以等一下我就是要去遭遇都市傳說就是了 OK Let's go 學生耶 我剛剛看到左下有一個Yamamoto Yamamoto是三本的意思 所以主角是三本嗎 10月21號 喔 還有日期耶 從這一天開始要遇到紅色女人是吧 喔 來了來了來了 回家的時間變得非常的晚了 周邊也很黑 趕快回家好了 喔 然後我可以蹲下跑步跟這樣移動 還可以開手電筒耶 欸 有手電筒 回家還要帶手電筒 到底誰會回家的時候帶手電筒啊 有人回家的時候會帶著一隻手電筒在路上走嗎 請不要一個人行動 這附近有可疑人物 我覺得我就是最可疑的那個耶 拿手電筒在路上走 這是學生還是警察 然後前面有一個人耶 那個就是紅衣服女人嗎 這麼快就遭遇過了喔 不是 這麼快就遭遇到了喔 欸 哇塞 這個女人 看起來也太色了吧 不是也太色吧 怎麼了 嗯 停住了 我現在有奇怪的音效耶 欸 會不會突然衝過來啊 喔 吃我手電筒攻擊 直接照她臉上喔 欸 哇塞 哇塞 她臉好黑喔 完全照不亮耶 而且她也太大了吧 小姐 你要推我去哪裡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好高喔 這女人超高的耶 而且 看起來顴骨有病耶 有夠瘦的 欸 有 有 有 怎麼停 停住了 幹嘛 喔 笑起來了 欸 笑得也太噁心了吧 有點像 RE 有一個動畫啦 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這個角色 我直接貼圖片給大家看喔 超像耶 不覺得嗎 超噁心耶 這張臉 喔 停止笑容了 小姐 你要去哪裡啊 小姐 你要去哪裡啊 有沒有興趣 今晚跟我共渡 不要不要不要 都已經說是都市傳說了 還想要跟人家共渡春宵啊 腦子有問題是不是啊 小姐 你要去哪裡 回家的路不是這邊 蛤 欸 她穿過我了 然後我被推開了 回家的路不是這邊 所以這邊過不去啊 欸 對 我完全被卡住了 有一個隱形牆壁喔 那個女人就停在那邊了 而且她身上也太亮了吧 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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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身上好亮喔 回家的路不是這條 好吧 那 看來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天遭遇是吧 而且那個女人好像對我一見鍾情了耶 這是一款愛情遊戲嗎 上面也太多烏鴉了吧 哇 這烏鴉看起來跟好像那個 鄉下可以看到的路燈上面有一大堆 蛾之類的在飛的那種感覺喔 欸 不過聽說好像日本看到烏鴉的話 就代表有胸罩出來耶 啊這麼多烏鴉的話 是不是代表有很多胸罩啊 所以我是一個女孩子嗎 還是男孩子 我要穿胸罩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電話亭耶 這個電話亭好像是 一開始 剛剛進遊戲之前看到的地方耶 哇 外面的日本街道好漂亮喔 好像日本的街道喔 我在講什麼鬼話啊 這裡也太黑了吧 剛才的人 看起來好像非常的糟糕耶 因為很可怕趕快回家吧 OKOK 會怕喔 這邊還有水溝蓋耶 這水溝蓋 好像經過的話也不像台灣會那樣子直接飛起來對吧 不是我在講什麼 水溝蓋不重要吧 而且還沒有任何車子耶 這條街道也太黑了吧 路燈開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路燈跟這邊 那邊跟這邊的路燈也隔太遠了吧 下一個路燈在哪裡 在那裡嗎 然後這邊也太多蟲了吧 超噁心 感覺嘴巴不小心張開的話就會吸到蟲了 還有一個超噁心的垃圾 超噁心的垃圾喔 這什麼寶寶玩偶啊 上面的毛是幾根啊 我還可以用幾根毛算出他的頭髮有幾根耶 這是什麼 一台電視 好舊的電視喔 還有一大堆垃圾 這裡面到底是裝了什麼東西 這麼多蒼蠅 這是蒼蠅還是蚊子還是鵝啊 然後這邊有寫 禁止 違法 丟垃圾 懲處 五年以下 罰金一千萬元 太貴了吧 哈哈哈哈 丟個垃圾就要被關五年 丟小型垃圾跟大型垃圾的價格會有差嗎 罰金一千萬最高罰到一千萬耶 罰人是三億元 罰人不曉得是什麼 是公司的意思嗎 三億元以下 發現之後呢 請用110通報 然後這附近有監視攝影機的樣子喔 哇塞 也丟太多東西了吧 這個是 這是化妝品嗎還是手機喔 好像是鏡子 不對是皮包 好像是有人的物品耶 身上帶的東西對吧 所以這裡面裝的一定就是那些人吧 好像有一個破開的口耶 這個地方 不對是寶特瓶之類的形狀喔 還有輪胎跟這個嬰兒 大概就這樣子是吧 好啦 不需要打電話喔 那些事情留給正義人士去做 我根本不喜歡做那些有的沒的 然後這附近的話 也沒有路燈但是特別亮耶 月亮看得到嗎 好像也看不到月亮耶 這邊還有這個販賣機耶 販賣機賣的東西也太多了吧 不對好多重複的品項喔 然後這上面的看起來也太像醬油了吧 這一瓶 這一瓶是可樂還是醬油啊 好像醬油喔 繼續往前走走看喔 好黑喔 到底誰會在回家的時候拿手電筒 我剛才是不是講過一樣的話 我剛才好像也講過一模一樣的話耶 旁邊這一棟看起來好平喔 欸好漂亮的感覺喔 好想要住那一間喔 哇那一間好漂亮喔 裡面還可以看到一些物品擺設耶 喔這裡有路燈喔 這邊的道路全部封住是怎樣啊 哈哈哈哈 為什麼全部封住了 喔啊 明明是這麼乾淨這麼大的街道 但是卻一個人都沒有耶 不可思議啊 好漂亮喔 我記得我之前在日本那邊的街道走的時候 也是這種感覺 上面又有烏鴉了 會不會突然大便啊 好大隻的烏鴉喔 哇塞 那烏鴉也太大隻了吧 哎呀 站在這邊是不是嘴巴張開有機會接到 哈哈哈 街道大便 有夠噁心 還有油桶耶 然後這邊是商店街 還是住宅區嗎 不對 好像就一般的住宅區 這邊就只有住宅喔 這邊又有販賣機了 這隻是紅色的 賣的東西還是可樂跟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喔 再繼續往前走呢 那紅色的女人沒有追過來耶 所以今天遇到的就大概這樣嗎 話說剛才上面寫 10月21 10月26是我的生日耶 我的生日快到了 我可以活到生日那天嗎 這邊還有寫 這個是賣點心的 點心站喔 名字叫瑞希 瑞希也太帥了吧 這個名字 哇賣點心的耶 所以放學回家就可以在這邊吃東西嗎 那是我家嗎 突然用了好先進的代入方式喔 告訴我家在幾樓 太頂樓了吧 等一下我家在四樓 我家在四樓倒數第二間耶 太遠了吧 為什麼要住這麼高啊 停住 這邊上面有寫停住耶 應該不用停吧 那是給車子看的 好黑喔我的天啊 好啦那我就直接上去吧 應該不用過去看那邊了 感覺應該都是死路 哇也太多住戶了吧 明明這麼多住戶 可是都沒有人 是不是 我可以按電鈴嗎 不行喔好可惜喔 好想按電鈴喔 然後先往上走走看吧 哦 二樓 然後三樓 這種日本的公寓 不覺得 很想要住一次看看嗎 雖然我覺得應該不太舒服啦 畢竟大家的房子都連在一起 而且上下層感覺就只有隔一個牆壁 左右也是隔一個牆壁 所以很容易吵到隔壁喔 但是不覺得很想要住住看嗎 我自己一直有那種感覺 很想要嘗試住住看喔 但是我應該不會住就是了啦 OK這樣就進去家裡了喔 我家也太亮了吧 剛才那個門 喔回來了 先開燈 不先開燈喔可以開耶 哇 我家好漂亮喔 然後洗衣機放在門口喔 放在門口的話 會不會吵到隔壁鄰居啊 從這個門這樣子震動聲都傳出去 然後吹風機跟這個是香精 跟這裡還有 可以煮東西耶 哇賽也太舒服了吧 這是廁所嗎 廁所也有耶 廁所的燈在哪裡啊 廁所的燈呢 廁所的燈 為什麼廁所沒有燈 難不成洗澡 洗澡還必須要用手電筒帶著嗎 這上面是不是有寫一個E啊 不對那個是牆壁 洗澡還必須要帶手電筒進來嗎 好乾淨的廁所喔你家 連垃圾桶都沒有耶 而且還用兩捲 兩捲捲桶衛生紙耶 這個應該是 一個人住在家裡一定要做的事情吧 不然 那個大便大玩的時候發現沒衛生紙 夾著走出去的時候 那邊都會髒掉了 所以這樣子放兩捲 一捲用完之後再用另外一捲 雖然我沒有這樣子在家裡放捲桶衛生紙過就是了 上面還有我這個耶 抽油煙機也太好了吧 這邊都打不開 然後微波爐跟冰箱 冰箱裡面裝太多東西了吧 這什麼東西 Potato chips 哈哈哈哈 洋芋片冰冷凍庫 這是冷凍庫吧 上面應該是冷凍庫吧 洋芋片冰冷凍庫到底是怎樣啊 而且也冰太多包了吧 12345678 8包 8包洋芋片 是整天都只吃洋芋片是不是啊 還有9 9跟洋芋片 太不健康了吧 這邊還有便當耶好亮 然後跟這個是 那叫什麼 突然想不起來 甜甜圈 甜甜圈 這麼好 還有放甜甜圈三個 這個關的也太大力了吧 還有放三個甜甜圈 在這邊等著可以讓我吃耶 太舒服了吧 這邊是放什麼東西耶 太多了吧 這都是泡麵嗎 泡麵也放太多了吧 哈哈哈哈 好方便喔 還跌成塔耶 收到櫃子裡面好不好 然後鍋子 看來都是用這個鍋子在吃泡麵的喔 那為什麼要買杯麵 不會買袋裝喔 浪費錢 然後這邊就是房間嗎 好舒服的房間喔 太漂亮了吧 燈呢 燈在這裡 有了喔 這什麼鬼啊 啤酒配 啤酒配剛剛那個看到的洋芋片 啤酒配洋芋片聽起來超胖的耶 應該20歲就會有啤酒度了吧 不對 他現在應該就20歲了 一個人住然後看起來就是大學生的環境喔 喔 這個遙控我家跟我阿嬤家都有耶 跟這邊呢 這邊是什麼東西啊 沒有其他東西耶 喔有電視耶 我可以按電視 我按了電視 嗯 欸 好奇怪喔 喔 好像忘記把電視給關掉了嗎 喔 這種情況下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主角忘記關掉電視了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會有女鬼來對吧 女鬼來過家裡了 好 非常的簡單的推論喔 然後這個時鐘竟然連時針都沒有耶 這時鐘是裝飾品是吧 哈哈哈哈 跟掛畫一樣耶 然後這個電腦看起來 散熱超級差耶 好啦隨便拿 該睡覺了嗎 這樣嗎 因為很困了 所以今天先睡覺好了 去洗澡啊 很髒啊 而且這個床好像翻身就會掉到地板耶 好小啊 真的就算要睡著啦 不用洗澡啊 好臭好臭 全身都是啤酒味 還有一大堆臭味 10月24號 喔我快生日了 一下就過三天了 喔又來了 又是這條路啊 今天一樣是可以拿手電筒逛啊 第二招的話會有什麼差別嗎 我就繼續往前走吧 反正今天也要回家就對了 嗯 我好像聽到樹葉 動的聲音 喔 喔 剛剛有鬼出現在我周圍嗎 我是不是錯過了什麼 我可能錯過了什麼 沒有看清楚喔 喔我剛剛聽到一個奇怪的音效喔 而且今天沒有烏鴉了耶 哇 右邊也太黑了吧 這邊好恐怖喔 給我等等 誰 哇 胖子 好快 走路好快 走路跟跑的一樣快 明明要走的 這是一個警察嗎 我才不要等了 嘿嘿嘿嘿 我可以直接走掉嗎 我直接走掉會怎麼樣 不可以無視 好 好這樣子喔 吃我手電筒啊 欸這個臉的 這個胖子的臉可以照亮耶 來看一下喔 警察 我是警察 我知道了看得出來 你 在這種時間幹什麼 我 我想回家 你要吃我手電筒嗎 我只是想回家 在這種時間 真 真可疑啊 不過 你看起來是沒有在說謊 你怎麼知道啊 你手上有測黃金嗎 還是你就是測黃金本人 讓我 欸我只要看了你的臉 就能知道了 真的喔 我到底長得多老實啊 是不是那種戴眼鏡 看起來很胖的臭宅男啊 然後臉上有長痘痘之類的嗎 畢竟每天都在吃皮 喝啤酒跟吃洋魚片 長些痘痘也是合情合理的對吧 你長著一張非常正直的臉喔 喔喔喔謝謝 有人會這樣子突然誇獎人家的嗎 話說 你平常都走這條路嗎 欸 只要有大學上課的時候 我都會經過這條路 三天前你也有經過這條路嗎 喔三天前就是10月21 對吧 喔我看一下喔 那個為什麼突然問我這件事情呢 嗯 其實啊 三天前 有殺人事件 欸 這麼大的新聞 我們的主角竟然不知道嗎 如果發生的話通常這個周遭 有大學學生應該都會互傳 欸聽說 大學附近有一個地方出現殺人事件了 你們知道嗎 喔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我都會像這樣子傳吧 應該都會像這樣子傳吧 至少我自己大學的時候有出現過類似的新聞喔 總之我不要再多說了 然後警察你的手可以不要穿進去肚子裡面嗎 你的肚子軟到可以收納你整隻手臂喔 主角你的啤酒度也要加油欸 被害者是夫婦 犯人首先在舊情中的老婆殺害之後 不是吧 為什麼突然跟我解釋了 講得好像我真的是犯人一樣 你不是說我長得很正直嗎 突然在講這些事實是怎樣 你要等一下講了一大堆內容之後說 沒錯吧 你就是犯人之類的那種感覺嗎 推理小說都是那樣子演的 在那之後又殺了回家的丈夫 遺體 有被插了好幾次好幾次一直插的痕跡 真是讓人看不下去的狀態的樣子 你回家的時候有看到可疑人物嗎 喔有有有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你就是可疑人物喔肚子有夠大了 什麼小學生對答 第一個是 我看見了一個紅衣服的女人 第二個是 我看見了一個在跑步的男人欸 喔喔喔喔 從這邊開始就有分歧了是吧 警察就是分歧喔我可以先存檔嗎 不行不能存檔好吧 那看來等一下要再跑一次了 那我第一次就先選個 呃紅衣服的女人好了 兩個都很好奇會發生什麼事欸 紅衣服的女人 嗯 其實 那個女人的目擊情報 從其他地方也有發現 有可能這就是 殺人事件的重要線索也說不定 近期請再讓我詳細詢問你的想法 今天已經很晚了 你趕快回家吧 喔警察 警察伯伯可以帶我回家嗎 我有點怕欸 喔喔喔好欸 警察伯伯要帶我回家 嗯 幹什麼 哇塞 太可疑了吧這個動作 他一直看著我 完全就是一副懷疑我的感覺啊 一直看過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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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副就是把我當犯人啊 這個表情 這個動作也太可疑了吧 喂我沒有殺 我真的沒有做 警察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然後又要轉過來了嗎 是不是又要轉過來了 喔沒有嗎 喔他要走了 哇還是轉過來了 快跑啊 再繼續待在這裡的話 要被殺掉了 哇又跟過來了 哇不要跟過來 好恐怖喔警察 這裡沒有垃圾了欸 嗯是這一格嗎 沒有隔壁的垃圾還在 垃圾還在 只不過那個小嬰兒不見欸 那個只有幾個 哇賽 我只有看過螢幕 被從正面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螢幕 從裡面被 從裡面這樣子 往外打爆的影片欸 你這笑不出來喔 哇 好猛喔 這個電視竟然自己 把自己打爆了欸 看來這個世界 有鬼 真假寶寶 我真的沒有殺人啊 不要再用那種眼神看我了 你這樣也會害我自己 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 動手殺過人啊 超級容易被影響的男人喔 這就是我 阿斯 有奇怪的音效欸 不管了 先繼續往前走啊 然後這裡的話 是昨天的 不對上次經過的路燈嗎 太黑了吧 前面的路燈怎麼沒有開啊 然後這條路要封幾天 整條路都封起來了 也沒在施工 這樣子會被罵死吧 我以前住的地方 前面的馬路也有封住喔 每天都會去那邊玩 結果最後變成了一個停車場喔 有高跟鞋的腳步聲欸 可是附近沒有看到人啊 稍微看一下好了 在哪裡在哪裡 警察波波是你嗎 你穿高跟鞋嗎 我這樣子找得到嗎 感覺也找不到齁 好吧沒看到欸 然後這邊有 有烏鴉烏鴉烏鴉 從這邊飛出來 是代表在這邊嗎 這上面是 哇烤牛肉 看起來超好吃欸 New Arrival 2015年 2015年太久之前了吧 難不成這是真實故事改編的嗎 不對不可能 紅色的女人不可能存在 而且還在晚上放學回家的時候 遭遇到一個帥氣的正直 臉看起來很夯直的大學生 不可能不可能 路上不會有這麼晚 還在回家的正直的大學生 到底是什麼判斷基準啊 喔然後就回到家了欸 這烏鴉也太多了吧 是不是一直想要在我頭上大便啊 這些烏鴉 太多隻了吧 這地上一定到明天早上的時候 整片都是那個白色的大便喔 欸還有後門喔 後面還有一條路欸 欸這邊有停車場喔 喔還有停車場欸 哇這公寓連停車場都有附喔 太爽了吧 只不過這邊應該跟我沒關係吧 裡面有人嗎 唉唷 裡面有娃娃欸 那個娃娃跑過來開車了 小孩開大車欸 哇塞 我只是剛好想要來後面看看 沒想到就發生這種事情欸 所以那個娃娃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感覺有點像 以前有一個電影 那個 那個幾個字啊 四個字 鬼娃恰吉 不對不是鬼娃恰吉喔 應該說是安娜貝爾 安娜貝爾的感覺欸 OK OK 那不管他了 先繼續往上吧 也太多隻了吧 哇塞 這也太多隻了吧 超噁心欸 唉唷 要被大便了 快躲啊 要下雨了啊 要下大便雨了 OKOKOK 進到屋內就沒問題了 接著就直接往上跑嗎 喔 這扇門是不是亮亮的啊 喔沒有是反光 直接往上走就好了嗎 感覺等一下會看到奇怪的東西欸 哇 好有探索的感覺喔 哇 來了來了來了 再來就是要回家了 回家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一棟嗎 這間嗎 404 我竟然住在404這一間房間喔 兩個4 有天氣還太危險了吧 4樓的第4間 不是通常公寓還有 奇怪女人 果然不該住在404的 我就知道會這樣子欸 誰會住在4樓的第4間啊 通常公寓都只有1235樓不是嗎 怎麼會有人住4樓啊 靠近看一下喔 會跑過來嗎 啊跑走了 他很害羞欸 消失了 明明腳不分 腳不剩還在了 嗯 我應該是追不到了啦 我就不追了 警察婆婆救救人家 前面有好多烏鴉 那個紅色女人出現的頭上 是不是都是滿滿的烏鴉 難怪她的臉那麼白 都是被大便淋白的吧 OK回家 來了 進來家裡了 沒想到在附近竟然有殺人事件 再也不想要通過那條路了 肚子好餓啊 冷凍庫 有沒有什麼東西呢 一定有很多啊 你的冷凍庫不是全部都是洋芋片嗎 還是洋芋片少了一包 不對 少了三包 你三天吃三包洋芋片 你每天吃一包啊 哈哈哈 不過洋芋片冰在冷凍庫的話 確實聽起來蠻好吃的耶 仔細想了一下 因為冰冰的洋芋片 感覺吃起來味道就更好吃啊 然後這邊的泡麵又少了 少了太多了吧 每天每一餐都吃泡麵喔 難怪你會被那個怪女人盯上喔 這邊的話廁所 廁所還是好乾淨喔 然後衛生紙還沒有用完喔 還不用補 這裡的話沒東西 再來的話 好黑喔 家裡沒開燈也太黑了吧 外面都沒有光灰照進來耶 然後他說 冷凍庫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可是我拿不起來啊 還是下面才是冷凍庫 下面甜甜圈也剩兩個耶 便當不先吃嗎 498塊的便當可以放三天嗎 看起來蠻好吃的耶 這是什麼便當啊 蒲燒鰻魚便當之類的嗎 感覺有點像耶 然後有人敲門要開嗎 不開喔 要吃便當是不是 在廁所吃啊 廁所感覺比較安全 廁所吃便當很方便耶 可以一邊吃然後一邊排泄 然後咧 我要怎麼 微波嗎 微波啊 然後咧 那個門不用印嗎 這個是幾秒啊 還要多久 我撐得住嗎 能夠撐到微波的時間到嗎 這樣子關門好了 而且今天的時鐘也是壞掉的 那不能說是壞掉了吧 應該說是不能用的鐘吧 也不能說是時鐘 OK 我先聽到B了 有了 微波好了 我把大口細 大口直接吃 直接在這邊吃喔 那你不如去廁所裡面 肚子也吃飽了 差不多睡覺吧 去洗澡 去洗澡 三天洗一次澡 還是一個禮拜洗一次澡 這傢伙 剛好在洗澡的那幾天 都是我沒有玩到的時間嗎 之類的 是那樣子嗎 然後把這個門關起來 感覺比較好睡喔 這邊洋魚片 還有一個碗 喔 這傢伙還有抽菸喔 生活習慣也太差了吧 一下喝酒配洋魚片 一下抽菸 一定會找死喔 然後這滑鼠好大顆喔 這滑鼠大顆到不行耶 哈哈哈哈哈哈 超級原老 原始嗎 然後電視的話 看起來也是開著耶 嗯 錯覺嗎 喔叮咚 來了 請問是哪位 我可以先看這個洞嗎 好像可以耶 OK等一下 等一下先看一下喔 可以直接睡嗎 不行 來了 你好 請問是哪位 然後靠近之後 眼睛又被戳下之類的嗎 嗯 沒有人 欸 有一瞬間出現了一個東西 欸 欸 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好胖好肥好噁心 嗯 幹嘛 入轎嗎 我不入轎啊 而且這個時間的你到底在幹嘛 我沒有要買東西喔 為什麼要幫他開門啊 關起來 還真的可以關起來 為什麼 穿著 斗篷的男人 那個 請問有什麼事嗎 誰會這樣直接開門啊 通常門都是開一點點之後 現在的 現代人啊 然後這邊有一個鎖鏈 不會讓門輕易的打開 這樣子跟對面溝通才對啊 那個請問有什麼事嗎 那個 你是最近搬過來的人 喔是的 你是哪位呢 你 最好小心一點 奇怪的女人 站在門前面的這件事情 我看見了好幾次 喔 所以他是來提醒我 告知我的喔 這傢伙是好人是吧 看起來明明超可疑的 啊果然光頭跟禿頭沒有壞人喔 非常的 Bukimi Bukimi 等一下 Bukimi是什麼中文 因為非常的可疑 所以我覺得還是跟你 稍微說一下比較好 喔 就只是這樣子 再見了 喔 是好人耶 好啦謝謝 掰掰 欸我還可以走出來喔 我想要知道他 哇賽 欸欸欸欸 隔壁呢 沒想到我隔壁住了一個鬼欸 哇他是已經成佛了喔 難道是那個 怎麼講啊 欸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倒下來了 烏鴉 烏鴉跑進來撞我家 哇 今晚加菜 好欸 啊不清理喔 不能開門喔 哇賽連烏鴉都丟上來了 從哪裡丟上來啊 也太猛了吧 我剛剛要講什麼了 我忘記我要講什麼廢話了 可是我也不能出去欸 真的假的 連烏鴉都不用清理就要睡覺了 真的假的你要睡嗎 啊 差不多該睡覺了 天啊你剛剛講的那種話 你睡得著 我是你我完全睡不著欸 主角 主角你是 啊 這傢伙抽菸跟喝酒 就是為了逃避現實是吧 所以他逃避現實的能力應該很強喔 不對啊 那你應該先喝酒再睡啊 你這樣睡得著啊 10月21日 蛤 過了一年嗎 怎麼又 怎麼又10月21日 蛤 誰的視角 別人的視角的意思嗎 左下好像有一根東西欸 正面有一個人走過來了 左前方還有一台機車 有一台狗 不是有隻貓 然後他接到電話嗎 對看起來是接到電話了 是上班族的服裝喔 看起來 好 你好 喔 老婆 這個就是那天被殺的 你 後面有人經過了欸 啊 是隔壁那個禿頭欸 對 隔壁那個禿頭 這一天也有經過 今天也是 加班嗎 喔 阿娜塔剛剛是講說 親愛的 你今天也有加班嗎 喔 最近 工作因為非常的忙啊 今天沒辦法準時回家了 都已經在這裡了 才在講 喔 左邊有一隻黑貓欸 比起那個 怎麼了嗎 你打電話過來給我 真的是 非常的 稀奇呢 幹嘛你們關係不好啊 這兩個夫妻的關係 看起來很不好欸 竟然打電話過來很稀奇 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跟你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說 因為想要在家裡說 所以趕快回家喔 喔 難不成要離婚了嗎 看起來關係好了 關係已經差到那樣子了 平常都沒有在聯絡 終於爆發了 你跟我太冷淡了 我覺得跟你在一起 沒有什麼有趣的 所以 我們離婚吧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這個 到家了的意思嗎 我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家也太黑了吧 你家好大喔 我回來了 難不成已經睡了嗎 沒有回應的意思是吧 走路好慢 你家看起來也太高級了吧 不愧是每天加班到很晚的男人欸 家裡就是特別的大特別的寬喔 跟剛才的 又變有門的聲音欸 喔 時鐘的聲音喔 每一下門都能開欸 看起來 所以我要探索這個被殺的 老公的家裡是吧 是不是有東西從這邊飛過去啊 烏鴉嗎 剛才有一個超快的東西 移動過去欸 啊 這裡是獨棟的一樓喔 哇 太爽了吧 沙發好大好舒服 前面還有小桌子 我其實不喜歡這種矮桌子欸 這種矮桌子要吃飯也很不舒服 難怪他們坐在地下 可是這樣子感覺 腳會坐到麻掉欸 至少我會麻掉啦 哇 家裡也太乾淨太舒服了吧 還有黑貓的馬克杯 跟一大堆外文的書喔 這東西一定是裝飾用的 沒有在讀喔 這種東西都只是拿來裝飾的 IKEA也是對吧 我知道 類似那種感覺 嗯 喔 時鐘的聲音嚇到了 我還不能看到我自己欸 然後再過去的話 這邊還有兩個杯子 杯子裡面還有裝咖啡欸 還是可樂 不知道 看起來是咖啡泡了之後也沒有喝 就去離開這裡了 的意思嗎 然後還有咖啡壺跟垃圾桶 這垃圾桶不是外面才會放的嗎 怎麼放在家裡面用啊 所有裝飾都這麼漂亮 就這個垃圾桶 看起來不像垃圾桶 不對 就這個垃圾桶看起來太像垃圾桶 應該說是太像喔 然後洗手乳跟瓦斯乳 跟電子微波爐 冰箱裡面有裝什麼 不能開 而且為什麼到家裡還要開手電筒啊 這些人回家都要帶手電筒欸 這附近如果路燈不夠的話 跟那個什麼 鄉長之類的反應一下應該可以吧 為什麼全部人都要帶手電筒在路上走啊 因為太黑了 哇是自己會開的馬桶耶 靈異現象 會自己開欸 好方便喔 然後這邊也是兩桶捲筒衛生紙跟垃圾桶倒掉了 這裡面應該都是丟那個什麼 衛生棉之類的垃圾吧 然後衛生紙全部都沖垃圾桶喔 竟然是免治馬桶欸 好羨慕喔 跟剛才這個大學生的家裡就不同 然後這邊是浴室喔 還有洗衣間 洗衣間跟 這個不能開 喔 不過可以看到裡面欸 關燈之後 哇 還可以調節溫度欸 這個家看起來也太舒服了吧 乾濕分離 好羨慕 好羨慕乾濕分離喔 然後 大概就這樣子的東西是吧 再來要往樓上去了 樓上的話樓梯就只有這一條啊 這樓梯也太長了吧 好恐怖 還好恐怖 還好恐怖 還好恐怖喔 怎麼會這樣子啊 你家的樓梯一定要做得這麼窄這麼恐怖嗎 然後一樣有三間房間喔 先看這一間 鎖住了 為什麼會有鎖住的房間 這不是你家嗎鎖住了 這間呢鎖住了 欸 全部鎖住呢 難不成我還要找鑰匙嗎 回到自己家裡還要找鑰匙 開了 有奇怪的開門聲欸 是哪一扇門開了 喔 要出問題了 是在樓下的門嗎 為什麼要這麼恐怖啊 壓迫感好多 紅色的燈還有血 我只是提早叫一下而已 沒想到真的發生事故了 剛才那個明明就是 開門的聲音怎麼會有 血在地上拖的痕跡啊 然後燈也變紅了 不過重點是 這個血跡是沿到哪裡去的 喔 右邊 不對這個是燈的聲 這個不是燈啊 那個的聲音 喔這裡這裡這裡 血跡 那個鐘的聲音一直嚇到我耶 血跡 到這裡就停住了 抬頭沒有看到 上面有櫃子 這個櫃子打開之後 血跡這樣一路沿過去的意思嗎 不是喔 你看到這個不會想要先報警喔 為什麼要調查自己家裡也不開燈啊 你家裡為什麼連燈的按鈕都沒有 難不成是那種自動感應的燈壞掉了嗎 哇這邊也有血跡 這邊也有血跡 浴室 浴室我剛剛才看過沒有事的喔 但是現在是有事的事 嗎 也沒事 所以呢 也沒事 這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難不成這邊是忍者烏有門之類的嗎 也沒有 穿不過去喔 欸 那現在怎麼辦 喔喔喔好恐怖喔好恐怖喔 好有壓迫感喔 然後你也沒拖鞋子就這樣走進去家裡 那你家到底為什麼要有這種玄關啊 不過看來現在要做的事情 喔 除了上二樓之外 欸少一個杯子了 還有椅子也往外轉了欸 三個椅子都往外轉了 原本不是這樣的 喔電視啦 電視打開了對吧 喔喔 喔那個時鐘好恐怖喔 一直卡卡卡卡的 啊不關掉嗎 哇不開燈嗎 真的不開燈嗎 好恐怖 喔 然後咧 喔喂 哪裡來的木門生啊 你家的門這麼破是不是啊 喔那個門關起來了 怎麼辦怎麼辦 老哥 老哥想點辦法 啊你不是超級厲害的人嗎 每天加班然後 錢賺很多 家裡很豪華 垃圾桶很爛嗎 垃圾桶移出來了 垃圾桶移動了 我還可以爬到垃圾桶是不是 我剛剛好像移動了一下欸 OK 所以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再往外走的是吧 你好 歡迎光臨 你好 請問是這邊嗎 這邊有問題嗎 是這裡嗎 也不是 要再往樓上了嗎 門剛才關起來代表 剛才應該有東西經過外面吧 看來就是樓上了嗎 應該要上去樓上了 樓上目前還沒有開過任何一扇門喔 好恐怖喔 喔喔 紅色的燈 紅色的燈 紅色的衣服 紅色的女人 紅色的? 打不開 這一扇 打不開 全都是血喔 老天鵝 我咧老天鵝唷 紅紅的耶 先把門關起來 不是喔 你先尖叫一下吧 先嚇到一下吧 都是血還看到屍體 看到的話 還有辦法保持肥 保持心理的 怎麼講啊 心理的狀態喔 什麼 現在才發現嗎 變人了吧 噢 燈也打不開了 完了 要出事了 不打手機嗎 這裡也打不開 門呢 手電筒打不開了 為什麼不開手電筒 腳步聲 左邊 左邊 要來了 要來了 紅色的女人 拜拜 好醜喔 醜成這樣子 醜得好恐怖 你怎麼打不贏 這個就是一直被嘟的聲音是吧 屍體慘不忍度指的就是這個嗎 剛才那個警察說的 就這樣掛掉了 這種時間是誰呢 回到現在的時間點了嗎 10月24日 而且烏鴉也被清掉了 烏鴉不見了 連在家裡都要開手電筒 不能開燈嗎 燈 有了 開燈了 喔 廁所燈在這裡啦 原來廁所燈是有的喔 OKOKOK 再來的話 看一下喔 喔 紅色的女人 來了 而且那個女人穿的衣服 身上好多花喔 還有烏鴉飛過去了 OMG 幹嘛 你又想幫人家開門喔 又開了 不對 又鈴了 鈴聲一直鈴欸 一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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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門鎖起來 這他媽是瘋了吧 必須要趕快跟警察聯絡 沒錯 這就對了 讓警察加班就對了 不對 讓警察晚班的人 有工作做就對了 可疑的人物 警察到達為止 好像要花兩分鐘的樣子 我必須要忍個兩分鐘 喔 要撐住兩分鐘 我要怎麼撐 1分55秒 我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竟然是從那裡 Retry 竟然是從那裡喔 什麼鬼啊 想都沒想到吧 想不到嗎各位 竟然是從這邊飛出來 他到底什麼衝出來 我可以再看一次嗎 反正都知道他會出來 我再看一次喔 5秒 4秒 3秒 2秒 1秒 又來囉 突然出現 搞什麼鬼啊 哇 不愧是都市傳說欸 瞬間移動什麼的 對他來說是基本的技能吧 我只有10秒的時間 可以躲之類的嗎 那我要躲的是要躲在哪裡 躲在哪裡有用嗎 這樣子 我感覺他還是會跑進來 我要怎麼撐啊 2分鐘 剩8秒 10秒 我還沒死 8 7 6 他在走路 他在走路又來了 這怎麼可能撐得住了他的速度跟鬼一樣快 不對他就是鬼喔 喔 我要在這邊實況兩分鐘的意思嗎 躲在廁所裡面 還是我們躲進去馬桶裡面好了 不是恐怖遊戲都會有那種 只有一顆頭在外面的情況嗎 躲進去好不好 拜託了 躲進去浴缸啦 浴缸更安全 躲進去浴缸的話躺下去搞不好他就看不到了對吧 還有1分20秒 我還要再講1分20秒的話喔 好難喔 廁所衛生紙救救我啊 廁所衛生紙 廁所這麼厲害喔 哇賽廁所可以這樣子讓我躲這麼久喔 我剛剛原本一開始是想說 要不要躲在床底下 可是床底下也下不去喔 好恐怖喔 到底有誰會在家裡這種情況下還有辦法躲起來啊 喔喔喔喔喔 我是你的話我就躲到衣櫃了 躲在這種廁所完全不安全喔 我小時候跟家裡的 不對跟誰 跟來到家裡的同學玩的時候也不會躲在廁所喔 就是玩那種 那種怎麼講啊 桌迷腸 我都會躲到衣�裡面喔 然後那些人都找不到 好爽 我朋友都找不到 然後找不到到最後他們甚至都不會來找我了 超可憐 莫名其妙 而且我小時候生氣的時候被我媽罵了 我也覺得很難過的時候也會躲到衣櫃裡面喔 然後我媽到最後都不會過來找我 好幾個小時之後才發現 欸 我媽 是不是不會過來找我了 啊 我媽不喜歡我了 然後剩下10秒了終於 我成功了 我成功講到剩下10秒了 果然講以前的事情就會不會讓我害怕喔 剩下4秒3秒2秒 感覺還是要死欸 1秒 0秒 沒事 的聲音 警車來了 我可以出去嗎 那個女人的腳部剩不在了 喔我不用出去喔 看來是成功了嗎 解決了嗎 那个女人到底是鬼还是什么 警察到达之前 女人逃走了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那个女人会袭击我 在那之后过了一个礼拜 那个女的也还没有被抓到 每天到晚上之后 总感觉就会听到那个脚步声 越来越恶心不安的感觉 让我决定在近期搬家 现在只能祈祷那个女人被抓到了 所以那个女人还在就对 所以那个女人是没有被抓走了 脚步声又来了 为什么你在玄关那边躺着 发生什么事情了 完了完了 你要不见了 这个动作的话 你的屁股会遭殃 我看到了 是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的高跟鞋非常的高 高到可以一下就穿过我的肚子 结束了 看来还是被她抓到了是吧 Bad End 哇 通报警察是没屁用的啊 那再来就是 Lod Game 刚刚有一条分支对吧 这个有Chapter可以选择哦 分支2吗 遇到警察应该是第二天吧 我猜是Chapter 2吧 我猜每一次出现时间就代表 是什么时间分支 10月24 对对对 今天会遇到警察 那个胖呆 那我就直接过去吧 来了 警察 我看到的是 在跑步的男人 在跑步的男性啊 该不会 这个是事件的重要线索 也说不定 之后请再让我详细询问你 今天已经很晚了 赶快回家 好 这里的部分都没有变耶 然后还是一样老样子 不要再怀疑我了 我真的没有做 再来就是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吧 然后那个电视会爆开嘛 哈哈哈哈 电视不会爆开吧 哦 冰 嗯 冰 哦来了 为什么 到底要怎么触发他啊 然后继续往前走嘛 应该到回家之前都是同样的故事吧 诶不对 等一下好像会遇到红色衣服女人对吧 在那条街上 嗯 刚才有奇怪的枪声还是什么的 诶 枪声 该不会第一次的时候也有吧 我没有注意到诶 那时候我好像在讲废话 稍微回去看一下警察怎么好了 诶 有血机诶 警察的本体在这里 剩下的部分去哪里了 哦哇 完全没有注意到诶 这里不是回家的路 哇塞好酷哦 还有这种小事件哦 我这边回去应该不会看到东西吧 我猜 那就不回去了 哇 警察被挂掉了 诶不对诶 有可能是我刚才选说 在跑步的一个男性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警察才开枪然后被杀掉之类的 诶对诶 我记得我在讲废话的期间也没听到枪声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变化诶 啊那个小婴儿还在吗 来看一下那小婴儿好了 这小婴儿到底是什么啊 哦这小婴儿还在诶 不是很懂那东西是干嘛的诶 嗯 这个楼梯下 啊没东西哦 还以为有什么特别的 来了四楼 这边就是四楼 选那个到底会有什么差别啊 啊 该不会跑过去的男人就是 带斗篷的那个男人吧 突然出现了 隔壁403号房的这个男人吗 有可能诶 对吧 跑走了那就不理他了 啊该不会会变成他替我死之类的吧 试试看哦 试试看哦 那这样子之后呢 没想到附近有杀人事件 已经不想到在东过那条路了 肚子好饿了 冷冻库有什么吗 这个便当吗 哦不对 哦这是冷藏库啦不是冷冻库 哦来了来了来了 没有人 哦对了第二次是这样子啦 哦就是你啊 啊就是你啊 诶 带斗篷的男人 那个有什么事情吗 你是最近搬过来的人吗 诶是的 你是谁 你最好小心一点哦 奇怪的女人在你家前面站着的 这件事我看了好几次 非常的不安 东西跟前面一样啊 那就这样子再见了 然后一样是穿透墙壁回到他家吗 哦回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因为我回去了 这时候有没有什么事件啊 突然发现乌鸦都不见了诶 我出去探索一下要不要 哦去夜游一下好了 搞不好有什么变化 或者是小细节彩蛋之类的 诶 有诶那个女人在那里诶 诶呦 真的有变化诶 哎呦哎呦哎呦 刚才我搞不好只是没下来看啊 去找一下那个女人好了 还在吗 好像不在了诶 刚刚亮亮的那个身体应该很明显才对 哇 哇这边也有好脏的垃圾车哦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再继续往前哦 那个女人好像不见了诶 回家的路不是在这一条 不是已经到家了为什么还要回家 我只是想逛一下啊 那隔壁那边呢 车子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安娜贝尔你还在吗 安娜贝尔还在没有变化啊 还是他会敲门之类的 不要敲也好好恐怖哦 哈哈哈哈 那种小孩子的玩偶最恐怖了 这里也没有变化啊 那我在 呃回去上学的那条路看看好了 哦这里还有一条路耶 在那之前先看看好了 哦 这里有请自由取用 诶 锤子 这个没有必要呢 诶锤子 锤子 该不会这个锤子可以拿来干嘛吧 等一下 那个锤子是干嘛的 我好好奇哦 是敲玻璃 或者是敲窗户 把那个小婴儿带出来之类的吗 感觉有可能诶 车窗敲破 然后拿小婴儿 什么也没有 哦 好像没有变化诶 还是这个乌鸦掉下来 好吧 看起来好像不是 这边有变化啊 应该是要拿那个铁锤干嘛之类的 哦 我看到了 跑太快了吧 红衣服的女人也跑太快了吧 快到有点奇怪诶 要不是他是鬼 不然他应该是奥运选手啊 原来第一次错过的东西就是那一个闪光哦 不对什么闪光 红色闪光 啊 我找到那个咖啡杯的位置了 跑来吸收台了诶 为什么要特地移动咖啡杯啊 有点没办法理解诶 来啊有种上床啊 我在床角我就不信你爬了上来 有种上床啊 我就不信你上得来 有吗 嘿嘿嘿嘿嘿嘿嘿 竟然是我主动过去吗 OK 来了 换到主角的视角了 这种时间是谁 然后看一下哦 红色女人来了 然后 再来呢要报警嘛 这个地方好像我要做其他的事情 刚才不是在下面有看到铁锤吗 哦 他已经准备好搬家的东西了 在这里 什么 总之 等一下我要做的事情好像就是 冲出去拿那个铁锤 我刚刚稍微去看了一下啊 因为如果我照这个方式继续下去的话 什么变化都不会有啊 我来看看哦 两分钟嘛 那要先做的事情就是躲在厕所 的样子吧 等到10秒的时候我就冲出去 看看 应该吧 来了 破窗了 来看看哦 好 好快哦 不愧是奥运选手爆发力耶 哇 这女人跟爆一样快 来来来来 直接在这边 准备 5秒 4秒 3秒 2秒 3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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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8秒的时候可以跑出去 冲啊 我啦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回头就会死 如果回头就会死 可以可以跑出来了 哇 这里是二楼吗 一楼 一楼 快倒了快倒了 然后下去之后左转 冲啊 哇 会不会被发现啊 他好像往外走了对吧 哇 快点快点快点 他跑很快 跑得跟鬼一样快啊 还有20秒 不对不是还有20秒 既然警察不能保护我的话我就自己保护自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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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他拿锤子了 然后我要怎么用 他会走过来吗 这样子可以吗 哦哦哦哦好紧张啊 会怎么样啊 他会追着我过来的感觉吗 剩一分钟 有吗他有过来吗 59 58 57 我要在警察来之前把他解决掉就对了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那女人来了 哇 哇 诶 锤子丢到他头上了 哦 干掉了吗 他下面躲了一根耶 锤子 哦 真的假的 都市传说是杀得死哦 而且这躺的也太 躺的也太开了吧 蛮好笑的画面耶 啊啊啊不见了 诶 这就是第二个结局的样子耶 然后呢会发生什么事 在那之后警察非常快的就到达了 那个女人虽然死亡了 但是我被视为是正当防卫的理由 所以并没有被逮捕 那个女的在事件中跟死亡的丈夫有着不伦的关系 啊外遇哦 所以那个 那个男的跟这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外遇哦 哇口味很重耶 哇 一定是我想要守护那个笑容 嘴巴好开笑的好开心 警察推测这个杀人事件是因为感情纠纷 事件过了一个月之后 我搬家了 我已经再也不想要遇到那样的事情了 我这么想着 哦 我还以为那个死掉的丈夫呢 口味真的这么重耶 没有看到最后真的不知道耶 原来是警察的推测啊 而且主角成功搬家了 诶 蛮厉害的嘛那家伙啊 有了有了 Good End 只死了一对夫妇 然后死了一个红色女人 就是Good End哦 重点是 都市传说原来被杀就会死 是 是 都市传说原来被杀就会死了 都市传说原来被杀就会死了 都市传说原来被杀就会死了